美国疫情波动近一个月以来不断在5万到8万之间摆档 最新通报6万8千多例 德州政府宣布3月10号起解除口罩禁令 对此除了总统拜登表示不妥之外 专家也忧心恐怕会引起第四波疫情 法国疫情依旧严峻 每日确诊病例仍然以2万多人速度增加 5号再新增2万5千多例 目前六成的新增感染源皆为英国变种病毒 为了避免第三度的全国封城 总统马克宏宣布将扩大周末封城的范围 英国曲线持稳 连续10天都不超过1万例 最新通报为6千多例 英国宣布与四个国家联合进行的变种病毒改良疫苗 将快速获得批准 西班牙疫情也呈现趋缓 连续4天维持在6千多 最新通报为6千037例 为持续控制疫情 马德里3月8号妇女节 禁止一切妇女上街游行示威等群聚活动 德国疫情仍在波动中 本周最低5千多例 5号谈生至1万多例 德国政府宣布 因应防疫下兼顾经济及商业发展 3月8号起将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来看到亚洲 南韩再次回到400例以下 最新通报为398人 南韩传出已累计5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 总统文在寅为安定民心 表示愿意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日本情况反复 对比本周最低的698例 最新通报为1170人 日本众议院通过2021年总预算案 其中新冠防疫预算高达1.3兆台币 印尼曲线波动 之前连续5天不超过7千例 但最新通报又回到7千多例 印尼因为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萎缩 目前失业人数已接近1000万人 越南近期疫情稳定 最新有6人染病 因疫情影响 越南平均每个月有近8500家企业退出市场 与2019年相比增加近1.4成 马来西亚曲线频频起伏 原本三天连续2000以下 最新通报2063例 吉隆坡等地区的行动管制令 从5号开始实施相对宽松的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印度疫情出现回温 从2月初的8千多例 5号超过16000人 一名健康状况正常的中年男子 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 15分钟后昏厥 送医抢救 人不幸死亡 中年你不幸死亡 为什么我这样在内 forum 出 Liang 冬